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一月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且要选择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美国政治相关的消息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拜登和川普总统之间关于选举结果的僵局 正在使得候选总统入主白宫的能力变得更加复杂化 在美联社还有其他媒体表示 拜登赢得了足够多的选举团票 并宣布他是二零二零年大选的获胜者三天后 川普总统仍然拒绝做出典型的常规的技术性的指定 来给予前副总统关键的过渡性资源 现在川普总统还没有承认比赛结果 拜登的顾问正在敦促总务管理局将他确定为选举获胜者 认为川普总统对于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努力没有成功的机会 而拜登的过渡期官员表示 如果总务管理局不尽快做出指定 当选总统的团队正在考虑采取法律行动 而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政府官员已经指示联邦机构在总务管理局正式确定胜出者之前 不要与拜登的团队进行过渡对话 而如果没有总务管理局的指定 拜登的团队就无法查看详细的机密信息 也没有办法派代表与政府机构进行对欠沟通 也没有办法让国务院为外国领导人通话提供便利 由于缺乏权限 拜登挑选内阁官员的工作也会退后 因为进行安全审查背景调查的能力几乎被冻结了 而川普先生正在对选举过程发起一系列法律挑战 自从上周晚些时候以来总统没有公开露面 周二的日程表上也没有最新的活动 副总统彭斯在今天一早前往国会山与参议院共和党人会面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他随后将前往佛罗里达进行度假 川普总统在周二在推特上面写道 我们会取得胜利的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拜登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川普四百八十多万票 根据美联社统计 这一位前副总统预计将赢得至少二百九十张选举人团票 赢得总统职位需要二百七十张 现在还没有正式确认结果的是佐治亚州 北考莱纳州还有阿拉斯加 而川普总统在北考莱纳州和阿拉斯加都领先 拜登在佐治亚州领先 在周一川普的总统竞选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提起了诉讼 美联社说拜登有足够多的票数被宣布成为胜者 要求联邦法院停止认证宾夕法尼亚州选举结果 直到费城还有阿勒格尼县的邮寄选票接受审查 而正如我们在华尔街网报中想像大家介绍的一样 司法部长巴尔在周一授权联邦检察官 在二零二零年总统大选认证之前 追究有关于投票和计票违规行为的实质性指控 在华尔街日报所审阅的一份备忘录中 他表示如果有明确而且明显可信的违规行为指控 且这些指控属实 那么可能会对各别州的联邦选举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 相关部门就可以进行调查 而巴尔的备忘录指出 这里的任何内容不应被视为该部门已经得出结论 投票违规行为已经影响任何选举结果 他补充说似是而非的推测性的幻想性的 或者是牵强的说法 不应成为启动联邦调查的依据 而另外五角大楼又出现了人事变动 五角大楼代理政策主管安德森在与白宫发声不愉快后 今天发表他的辞职信 他在辞职信中表示 现在和以往一样 我们的长期成功取决于是否遵守美国宪法 我们所有的公务员都发誓支持和捍卫宪法 而此前就有报道表示 一旦艾斯伯被解雇五角大楼可能会出现离职潮 目前安德森是选择离任的第一位重要官员 另外根据来自美国媒体Axios的报道 后任总统拜登不可能追求与中国的全面关系重启 他现在必须迅速决定 川普政府的众多政策中哪些要保留 哪些要取消 文章介绍 在一个正在与气候变化和扩散 还有持续流行病等共同威胁作斗争的世界里 美国必须要找到一种方式 既能挑战正在崛起的独裁超级大国中国 又在某些领域与之合作 川普政府奉行全政府的方式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 而让拜登主持的机构在过去四年实施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举措 美国贸易代表公司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数千亿美元的关税 商务部扩大了联邦实体黑名单的范围 将被控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公司和政府机构纳入其中 国务院关闭了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 对中国驻美记者和媒体机构进行了限制 并对一些中国学生学者实施了签证限制 司法部的中国倡议领导了对经济间谍和研究窃取案件的大量调查 他们还对科学研究人员与中国有谓披露联系进行调查 并起诉美国和外国公民担任中国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教育部又对美国大学的外国资金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 国土安全部更加重视调查与中国强迫劳动有关的供应链 并在边境阻止有可疑的货物出现 财政部队被认为参与人权的中国和香港政府官员实施实体制裁 而虽然这些政策主要是基于两党分析者都认为的合法的担忧 但是批评者也会指责 有的时候川普政府的执行方式没有考虑到连带的损害 但是整体来讲这样的政策具有两党共识 而当拜登决定如何处理政策时 他将面临两大挑战 在国内拜登必须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但同时又不显得延续川普时代的政策和言论 这是极其复杂的问题 强硬的中国政策 现在川普以及政府的种族歧视色彩密切相关 以至于这个问题在民主党一些激进派已经成为了政治独流 但是拜登的高级顾问普遍认为 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 既有技术竞争军事竞争 经济竞争意识形态竞争 也有外交竞争 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职位的可能人选 在选举前夜就告诉媒体 这是一项重大的任务 而在国际方面 拜登已经表示他将接受多边倡议并与美国盟友合作 遏制中国更具侵略性行动和影响 并重塑其行为作为关键策略 但是川普总统选择退出国际承诺 并且对于盟友的一些行为 损害了这些盟友对于美国领导层的信任 如果外国领导人不太愿意 为可能被视为是美国总统的奇思妙想 而花费自己的国内资本 那么受损的关系可能会使得美国更难以启动 更新的潜在举措 比如一个专注于技术标准的新的多边机构 因此拜登的内阁人选将尤为关键 与过去的许多外交政策挑战不同 重要的不仅仅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负责人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企业有关的消息 这里来看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全球对科技巨头的反击现在已经传到中国 中国的反垄断监督机构在周二公布了规则草案 将后联网平台单独挑出作为潜在的垄断行为 细节涵盖了从离岸结构到大数据的一切 法律的解释空间是非常大的 但是在本月阿里巴巴支持的蚂蚁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 突然被监管部门叫停后 这些规则读起来感觉意味深长 现在北京正在针对购物网站数字支付服务 甚至是食品配送应用 这一份长达二十二页的草案在本月底前向公众开放反馈意见 其中指出了一系列滥用市场行为 包括不公平的使用补贴和折扣 以及限制企业在竞争对手平台上销售 或者提供服务 价值七千八百六十亿美元的阿里巴巴 已经被一些商家和竞争对手指责为这些做法背书 这家由马云创立的电商巨头现在显得尤为脆弱 该公司是中国网购市场的一支巨大力量 但是一直躲避被正式贴上有关于主导者的标签 只占零售市场总量的一小部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改变 新的规则建议使用用户数量点击量和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 等因素来评估主导地位 而截至九月阿里巴巴拥有八点八亿移动月活跃用户 超过中国人口的一半 阿里巴巴也可能会在其他地方遇到困难 规则草案要求根据客户的消费偏好使用习惯来区别对待 而这一家公司的核心营销模式 依赖于对于海量数据的压缩 以帮助品牌接触更多的消费者 其他的如价值七千三百五十亿美元的腾讯 百度拼多多等也拥有大数据能力 可能会受到影响 分析表示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花了数十亿美元来投资和建立其他业务 他们已经深深地纠缠在中国的互联网经济中 这使得他们与西方有一定区别 后者在本国市场受到监管审查 而北京迟迟没有对他们的主导地位进行监管 或许是认为监管少数巨头会更容易 但是任何有可能的下一步动作都可能会引起广泛的反响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